在上一节第二帝国的新闻,我们介绍了在Bismarck当政的时候,德国为了围堵法国,以一种非常复杂的条约的形式,把奥匈帝国意大利和俄罗斯和德国绑在一起,这样的话间接的就把法国隔离开了。 那么1890年Bismarck离开政府以后,继任他的总理Leo van Caprivi。 这个Caprivi他在德国总理或者是德国首相,这两个词我是混着用的,你可以叫他首相,也可以叫他总理。 他作为当时的德国总理是1890年到1894年,那么这个人Leo van Caprivi是威廉默氏直派的,而这个人和Bismarck就不是在同一个档次上了。 In fact,他和他以后的所有的这些总理的能力都不是Bismarck的那个水平上面,我们前面已经提到。 这个一个间接的原因就是威廉默氏不希望有一个强势的总理,他希望他指派的总理就是他的一个小跟班,而不是有很强的制定政策的能力的人。 因为他本人威廉默氏希望控制住政府的最高权力。 而Caprivi和威廉默氏在这一段时间,1890年到1894年期间,别的不说,在和俄罗斯的关系上做了一件非常大的蠢事。 威廉默氏和Caprivi犯的一个非常重大的错误,就是没有把德国和俄罗斯的Reinsurance Treaty续约。 这个Treaty当时是在1887年签订的,如果没有续约,那么这样一个条约就等于失效了,因为过期了。 那么威廉默氏和Caprivi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路是什么呢? 他们认为我们没有必要有这样一个条约,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主要是在保持和奥匈帝国有一个紧密的关系。 而俄罗斯和我的德意志帝国之间,我威廉默氏足以有能力把这个关系搞好,因为我和Alexander III当时的沙皇本身是有血亲的。 我跟他的个人关系也不错,所以呢,他把他的这种红二代的心理,就是我们都是红二代,所以我们这两个帝国之间应该可以保持一个不错的关系。 因此他们就非常清新的把德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这个条约给放弃过时了,不去续约了。 那么从今天的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这个Reinsurance Treaty这个再保险条约, 就是德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这个条约,本身并不是那么特别重要,也就是说它实际的效力并不高。 但是你如果轻率的把它放弃,它产生的破坏性很高。 首先俄罗斯本身当时是希望和德国续约的,希望这个条约一直执行下去, 因为我想俄罗斯对奥匈帝国是有一定的戒心的嘛。 而德国就很轻率的把这个续约的机会放弃,不去续约了。 那么对俄罗斯来讲,就送了一个很强的信号。 这个信号对俄罗斯就是说,德国不愿意跟你拉的关系太近。 那我作为俄罗斯来讲,那我干脆我赶紧去找法国吧。 所以这样的话,这种对这个条约的不续约的这个动作, 使俄罗斯很快的决定和法国拉近关系。 在1891年,也就是说Bismark刚刚离开政府一年, 法国和俄罗斯就建立了Franco-Russian Alliance, 法俄联盟1891年到1917年,那么一直持续到一战的结束。 这个联盟的产生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威廉·马尔士和卡普利维把俄罗斯给pissed off, 英语叫pissed off,就是给让人非常的愤怒。 而这样的一个法国和俄罗斯的联盟, 对于Bismark来讲,恰好是Bismark不想看到的一个可能性。 这个可能性在1891年, Bismark刚刚离开政府就发生了。 因此,历史学家们认为, 这个是凯瑟·威廉·马尔士和卡普利维在Bismark离开政府之后, 犯的第一个最严重的误判或者是错误, 就是把你一个潜在的盟友推向了敌方, 成为了你的潜在的敌人。 那么后来当然他就是一个敌人。 法国一战开战以后, 德国和俄罗斯在东线, 那就是打的不可开交, 很大的消耗就在那边。 那么既然是和俄罗斯的关系已经废掉了, 这个卡普利维和威廉·马尔士就继续把当时的Triple Alliance, 三同盟继续把它巩固, 巩固和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的关系。 随着这样的时间的推移, 从1891年到1914年这段时间逐渐逐渐, 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关系就拉得越来越近, 一直到一战前夕1914年, 但是我们知道意大利关系并没有拉那么近, 最后还是跑掉了。 那么他和奥匈帝国拉得关系非常近, 就造成了法国、俄罗斯、英国全都跟他有敌对关系。 同时卡普利维本人在他的外交政策上, 对英国的态度更接近Bismarck, 因为Bismarck本人更希望和英国拉近关系, 保持一个比较良好的友善的关系。 他也同时向英国传送各种信号, 就像Bismarck一样, 向英国传递信号, 说我们德国不希望和你大英帝国在殖民问题上, 在海洋霸权上有任何冲突, 因为我们是一个大陆型的势力, 你们是一个海洋型的势力, 我们之间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 我们希望和你拉近关系, 甚至有可能进入同盟。 但是这些意图, 由于卡普利维本身的能力有限, 在他多次向英国表示传送信号的时候, 都没有成功的使英国真正的和德国拉近关系。 相反, 英国逐渐和法国和当时的日本帝国拉近了关系, 那么这个后边我们还会讲到。 更严重的是, 凯瑟·William II, 威廉·马尔士本人对英国的态度非常的所谓的unpredictable, 非常的不可让人预料, 竟是口出狂言, 得罪了很多的英国的老百姓和英国的政府的关键的成员。 同时, 在后面我们会讲, 他还和英国开始了一次海军军备竞赛, 这个也造成了英国和德国之间的关系, 后边是越来越差, 进入一战前就成为了敌对双方。 那么这个本身也奠定了德国在一战的时候一定要打败的原因, 因为英国有非常强势的海军, 有完全控制住大西洋和北海的出海口的所有的海运航道的能力, 使德国非常的困难, 这个我们后面会讲。 此外, 卡批维也支持Bismarck对海外扩张要有收敛的总体的思路, 也就是说我们德国是一个陆地型国家, 不要过度的野蛮的到海外去扩张。 但是这些东西, 严格来讲都不能由卡批维作为总理来制定, 因为他的真正的权利不在总理手里, 是在皇帝的手里, 而皇帝想怎么做, 你作为总理只能是配合。 在国内政策上, 他和皇帝对尤其是对这些社会民主党和其他的这种工人运动之间的处理方式上, 也有很强的意见不一致, 也就是说到了1893年前后, 也就是他刚刚当总理几年吧, 卡批维和威廉曼氏就多次的在国内政策上产生各种各样的冲突, 细节我就不多讲了, 在这个冲突的过程中, 卡批维就多次想辞职, 我不想干了, 然后最后到1894年呢, 就被这个威廉曼氏给辞退了, 所以1894年卡批维从总理的位置下来, 当了四年, 他在1899年去世, 等于下来以后, 五年以后他就去世了, 而这后来的这五年, 他是非常的bitter, 所谓的bitter就是非常的怨恨十足, 对凯瑟非常的不满, 也写了很多强烈抨击凯瑟的那些文章和信件, 所以从这上我们可以看到, 他是一个在匆忙之中被凯瑟指派的总理, 而且在总理下来以后, 对凯瑟有很强的敌意, 非常不喜欢凯瑟这个人的做事方法, 可以想象作为一个皇帝, 唯我独尊, 一言九鼎, 什么事都得听他的, 在他底下当跟班的人实际上是很难的, 你可以想象今天的中共的总理李强, 尽管他是习近平的狗腿子, 但是他们俩的关系, 我可以想象绝对不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关系, 除非李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太监, 但是我想他作为一个能坐到那个位置, 他至少他有一些多多少少有些自己的想法, 但是无法在习近平手下做任何独立的运作, 当然这有点跑题了, 回到Franco Russian Alliance, 法国和俄罗斯的这个同盟, 这个同盟关系是在1894年开始的, 那么这个同盟的主要动机, 还是回到法国, 非常希望从被德国形成的这个隔离环境中跳出来, 那么从法国的角度来讲, 俄罗斯是一个最好的目标, 最好的同盟的伙伴的目标, 因此法国就对当时的俄罗斯的沙皇承诺, 我可以给你做各种各样的大量的经济支持和经济投资, 帮助你来更快的工业化, 因为俄罗斯在欧洲这几个势力里是最落后, 农业最落后, 工业最初级, 人口的教育水平, 富裕程度都是在欧洲的最后边, 在今天当然仍然是, 在这个总体的动机下, 法国和俄罗斯建立了Franco-Russian Alliance1894年, 那么这样的一个联盟, 回到我们刚才提到, 就是Bismark最不想看到的, 因为俄罗斯尽管它不是很富有, 但是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帝国, 那么这个Alliance, 这个法俄条约, 基本的主线很简单, 就是共同来防止德国, 也就是说德国打法国和俄罗斯的任何一方, 另一方会跳出来帮助来打德国, 所以从法国的角度来讲, 就是想用这个来对德国形成一个威慑, 因为你德国在任何时候想对我发动战争, 这个战争马上从你的德国的角度来看, 就是一个两面战争, 因为我这边法国是在西边, 我的同盟是在东边, 那么你就是左右前后门全都开战, 这个是法国和俄罗斯联盟的一个最重要的动机, 那么这个动机显然不是在这个时候才意识到, 在Bismark的时候就很清楚的看到, 法国和俄罗斯联盟对德国是一个噩梦, 非常恐怖的一个局势, 但是这个局势在1894年发生了, 从法国或者是从俄罗斯的角度, 他们都很清楚的看到, 德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 处于工业上升期的这么一个强国, 我们法国单独的, 或者是我们俄罗斯单独, 都很难和德国真正的对垒, 我们结合起来, 我们就有可能把德国打败, 法国和俄罗斯的这样的一个条约的主要的动机, 还有几个其他的动机, 我们把它总结一下, 第一, 不管是法国还是俄罗斯, 和德国之间的关系, 当然法国首先是很明显, 从历史上就有很强的敌意, 俄罗斯和德国也有一定的紧张气氛, 因为德国的这种快速上升, 同时我们知道, 凯瑟尔对斯拉夫人也说过一些非常蔑视的那种种族歧视的话, 就说斯拉夫人都不是正常的人种, 都是什么下等人, 这个哪个, 跟那个希特勒说的差不多那种话, 所以这些东西在某种意义上, 都是使俄罗斯和法国对德国饱有戒心的原因, 同时我们前面已经提到, 德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这个再保险条约, 已经在Basemark下台之后废掉了, 所以俄罗斯和德国之间, 已经没有任何的潜在的相互保护的可能性, 那么既然没有保护的可能性, 那就有可能会出现相互伤害的可能性, 同时法国和俄罗斯面对的, 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共同的对手, 除了德国以外, 还有奥匈帝国和意大利, 而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和德国又成了一个三联盟, 那么这个也就奠定了法国和俄罗斯必须靠的近一些, 那么历史上我们前面已经多次提到, 法国和德国的这种历史上的这种恩怨是非常非常深的, 主要的就是法国最核心的一块地方, 奥萨奇·罗瑞恩被德国给抢走了, 1870年给抢走了, 所以法国一直在想把这块地方给抢回来, 如果抢回来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帮手, 那就是俄罗斯, 如果俄罗斯和法国联手帮助一起把德国给隔离开, 就是左右开战一起打, 有可能把德国打败啊, 如果打败了, 我那块地方不就抢回来了吗? 那么这里还有一个未知数, 那就是英国, 英国和法国的关系, 在这段时间, 1890年的时候并不是特别的融洽, 因为他们都是海洋国家, 都在海外有大量的殖民地, 而这个殖民地本身, 他们之间是有冲突的, 尤其是在中国的满洲国和东亚一带, 在这一带, 我们知道俄罗斯在快速的扩充, 而俄罗斯的这个扩充和英国有摩擦, 法国和英国在全球其他位置有摩擦, 那么法国就希望俄罗斯在东亚, 在满洲国, 在东三省和英国产生各种摩擦的时候, 对法国是有利的呀, 就是敌人的敌人, 就是我的朋友嘛, 在当时的环境下, 法国是非常乐意看到俄罗斯和英国, 在东亚产生各种摩擦的, 当然在1904-05年, 俄罗斯和日本还打了一仗, 日俄战争, 那么这个战争, 法国在这里并没有扮演太重要的角色, 它基本是中立的, 因为日本对法国来讲, 没有太多的殖民的利益冲突,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 那就是当时的俄罗斯非常需要外部的投资, 进入俄罗斯帮助它的工业化, 我们前面提到了, 法国在这段时间对俄罗斯进行了大量的投资, 法国的资本海量的进入俄罗斯, 帮助俄罗斯进入工业化, 就是各种各样的那种Joint Venture, 就有点像后来中国的那种海外的那种投资, 进入中国开发, 中国的那个工业现代化改革一样, 类似的概念, 到了1913年二战前夕, 法国当时已经成为了俄罗斯帝国的最大的海外投资者, 因此法国对俄罗斯在189几年到191几年这段时间的工业化的程度上, 有很大的贡献和影响, 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当时俄罗斯建造的西伯利亚大铁路, 这个大铁路我们知道从莫斯科一路修到中国的满洲国, 修到海参崴, 修到中国的东三省以内, 因此从这种大量投资的角度来看, 法国当然希望和俄罗斯有一个条约的存在, 反过来讲, 如果两方最后成为一个敌对国的话, 那投资那不就打水漂了吗? 所以法国和俄罗斯的这个条约, 某种意义上也是在间接的保护他在俄罗斯的大量的投资, 这样一个看起来很理性, 很合理的算盘, 当然在后来是全杂, 因为到了1917年1918年, 发生了二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政变, 结果列宁布尔什维克1918年以后开始掌权, 他干的什么事呢? 第一件事就是把沙皇政权所有的债务和国债和外债全给他repudiated, repudiated这里就是拒绝承认了, 就是你沙皇欠的债我不去还了, 这个实际上对当时的法国和其他的在俄罗斯投资的国家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这么一个主权国家这政权一换就赖账了, 我们投那么多钱全都赖掉了, 所以这个问题当然在后来的中共可能也出现过, 就是当政权快速的更替, 从一个政权更替另一个政权就有这么一个巨大的风险, 前政权欠的债, 后政权不承认, 所以任何一个给这种潜在政权不稳定的国家投资的这些投资人, 必须想清楚, 你投的钱有可能会打水漂, 因为这个政府如果哪天突然变天了, 你可能投的那个就是分文都拿不回来, 回到我们这个话题, 就是法国和俄罗斯的这个联盟很大程度上就奠定了一战的起因, 因为我们后边会看到一战之所以发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联盟使俄罗斯也参加一战, 法国参加一战, 俄罗斯法国同时进入一战, 结果把德国家的中间这个两面一起开战的可能性发生, 然后一步一步就演变成Full Scale World War, 那么卡批维在1894年离开政府以后, 凯瑟·威廉又指派了一个总理来替换他, 这个总理叫做Schlodwig von Hohenloher, 这个名字听听着是一个, 他也是一个贵族了, 带个Van都是贵族, Hohenloher被威廉马二世指定为总理的时候, 他已经是75岁了, 那么这样一个高龄的老人去做这件事情, 基本就奠定了他后边的业绩会非常的平庸, 或者是非常的勉强, 他在这个位置上从1894年做到了1900年, Hohenloher本人也是能力有限, 脾气不错, 做事呢比较稳重, 但是由于他的年事已高, 他很难在他的做总理的这个期间, 能够大胆的实施什么新的政策, 或者是改变过去的政策, 或者是恢复Basemark的任何的其他的政策, 他都做不成, 因为首先他的权力已经大大的被威廉马二世给限制住了, 其次他自己年龄也很大了, 而他的顶头上司就是这么一个年轻力胜, 说话牛逼哄哄, 开口闭口都是战狼的那种口臭味, 四处乱冒的这么一个威廉马二世在那折腾, 那因此他做一个75岁的一个老总理, 可以说他实在是做不了什么, 在他当总理这段时间, 威廉马二世是把他的这个政府部门也做了很多的各种各样的调整, 一会儿这个干那个, 一会儿那个干那个, 所以呢他做总理的这个实际上的实施政策的权力非常受限, 因此当时的德国的这种战狼式的对外快速扩张的这些政策, 他根本没有任何的力量去进行任何的约束或者是任何的影响, 糊了糊涂干了六年的总理的位置, 1900年他就也下来了, 下来以后一年就死了, 82岁就去世了, 那么他的继承人就是我们后面会主要花一些章节来讲的, 下一个总理叫Bernard von Bülow, 这个 von Bülow1900年接任德国的总理, 那么这一节我们先讲到这儿, 下一节我们就看一看在 von Bülow接任总理前夕和期间, 在德国发生了什么事情, von Bülow是什么样一个人, 因为他对德国进入一战前夕, 对 Kaiser Wilhelm的很多的政策上是直接参与, 有很多影响的, 这个我们下一节接着讲,